在看影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首先,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蹲蹲的感覺 因為我不知道是甚麼叫蹲蹲的 因為我只會把所有的東西看成階段 譬如你說我剛進去TV,人家當然不認識你 你的機會可能會被人未必那麼優勝 其實都不是太差,我進去就已經是做第二女主角了 我想說的是,我視乎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階段 你一定由某些位置發展成某些位置 而就算有些up and down 也好,其實我都不是太在意的 老實說,我在意的反而是 究竟我能不能夠做到我自己要求我自己做到的事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演戲工作是有一個金句,你猜只有你有嗎 沒有少的 沒有少的角色,只有少的演員 即是說,有多少的角色,你都可以把它發揮得很好 當你發揮得很好的話,都一定會有人看到 大約給你一個主角,但你做到一堆市場,有什麼用呢 所以,不要小看那些所謂的蹲蹲的時刻 蹲蹲有個龍蝦曲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我弟弟,知不知道我弟弟是誰 有聽過,我弟弟的名字叫葉錦添,有沒有聽過 葉錦添就是憑著我火腸龍那部電影拿了奧斯卡 不過都很久的事了,他就是那種不肯妥協的 他在香港是拍英雄本息,燕之扣 他是拍這些電影開始的 但是,接著80年代,香港的電影業是很厲害的 很多商業片,追女仔那些,很多那些戲 但他全部都不肯接,因為他覺得那些是浪費我時間 我不肯拍那些戲 結果他拍《人在紐約》、《友增》、甚至《阿英》 聽都沒聽過的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藝術性方面的戲 那他就沒得了,那整天都沒錢開飯 結果他拍《友增》就拿了個金馬獎 那當時友增的男主角叫做吳興國 吳興國在台灣是有一個現代的經劇的劇團 吳興國就很喜歡他的設計 於是就請了他過去 但是就不是很高薪的 你住住我家裡先,然後就很少薪 但是因為薪的薪就給他發揮多些 最重要的是他肯跟他一起瘋 於是他那時候就有幾個劇,有樓瀾女那些 如果你現在上網查回去,你會看到那時候 那些服裝造型化妝全部是很前衛的,是很正的 於是從此他就跟林懷文,那個優人神鼓那些 那些台灣的出名的劇團合作 甚至有些國際性的表演機會 但是他都沒錢賺的 但是他喜歡做,他覺得是正的 而他沒有公開的時候,他就專門去供成品 或者是一些書店,就不斷地去看書 一直去衝刺自己 然後我虎藏龍開拍的時候,不是找他的 是另外一個美術指導,另外一個服裝設計師 但是結果臨開了,李安就覺得不是很行 於是就找了阿添上去 阿添本來是找他做服裝的 他覺得做服裝不如美術都做完 他一個人就揹了兩個位置去做 結果這套戲拍完出來,當然就是拿了奧斯卡 這件事我想說的就是,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就是這個意思 他拿了奧斯卡的時候,可能也有很多人說他很幸運 剛剛那期美國想給中國片,就是很多這些東西說 還有可能其他人說,如果給我,我都可以 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 因為他有那個堅持,他有超過十年 他就真是很貌鬥 貌鬥 貌鬥 但是跟著呢,這個機會一來,他拿了獎 我記得有一個訪問問他的 你拿了獎之後,跟以前有什麽分別 他說沒有分別的,他都是這樣做事而已 不過唯一一個分別,以前要解釋很多 就是為什麽我有這麽的想法,其實有什麽好處 現在就不用解釋那麽多 你一說,別人就說,一定可以的 方便很多 那你有沒有拿一個 奧斯卡 不是 就是獎之後你又方便了一點 或者是從頭到尾都很方便的 都方方的 是 差不多 其實我很喜歡有一個說法 瑞典,北歐一個地方 他們也是一個電影獎項 國際那些 他們很有趣的獎項是用冰去做的 嗯 即是用冰,你想像這個是冰來的 這個是獎項,我頒給你 然後接了他就說,喂,我拍照片 那他就融了 融了 最後他就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東西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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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你什麼獎項 你都是要放下的 你接下來還是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還有你還有很多東西可以 再去 創作的 是無止境的 那樣東西 可能未來還有很多個 更加好的自己 出現的未定 所以這個可以開心一陣 拜拜 放下 起碼我自己都是這個心態 嗯 我也知道你怎麼回答的 你幫我回答吧 不如你幫我回答吧 我也想聽一下 其實呢 我不是幫他回答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 總會有人的地方就有這些問題的了 那不止是娛樂界的 就是法師界都有的 喂,我很想聽啊 我很想聽啊 我那些沒有什麼趣味 這個有趣味 你先回答一下 我沒有什麼回答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回答的 其實都是做自己的 你別人喜歡不喜歡我 或者我生出來不是想討好誰的嘛 是吧 是 我也是做事而已嘛 我只是 但我深信 如果你做好你的事情的話 如果你做好你的事情的話 是會 一定有人喜歡的 嗯 嗯 做事的時候 是很魅力的嘛 你做些好東西出來 都是很魅力的嘛 那所以 並不在於 唉 我經常都覺得 工作就是工作 我們不是去亂移的 是啊 這個就是 是啊 有根據 好,來,到你 其實 沒有一個人 是可以 全世界 每一個人 都認同的 包括佛陀 佛陀已經成佛了 都有很多人是 不喜歡他 詆毀他 不要說 他 現在入滅了二千幾年 他在世的時候 都有人攻擊他 都有人說他不對的 那當然佛陀自己本身那種教法 都是叫你去 challenge他的 他都叫我說 我講的你不要馬上相信 你要自己體驗過 你覺得真是 對 才去學 那何況我們這些 凡夫俗子 那雖然 就說 是一個出街人 但是呢 都有很多種不同的弘法方式 有些人就會覺得 你不應該這樣 你是應該這樣 那然後呢 當你不是這樣的時候 他又有另外一種的方式去講 那所以呢 是不論是做任何一件事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剛才蘇玉說的 你做回自己 就是你自己認為 應該要做些什麽 你再做那件事 那自然會有一班人 會是認同你現在做那件事 那你就可以利益到那些人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 說你 你不應該這樣做 你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你是聽他們說 那我不要做這件事 那你不做那件事的時候 又會另外 為什麽你不做這件事 為什麽你不做這件事 那如果你把那個 自己應該要做什麽 那個決定權 是交了在別人的手上 你永遠都做不到的 因為你不能夠滿足 每一個人的說法 就是可能你就是躲起來 但是躲起來 又會有人說 爲什麽他要躲起來 嘩就是 吃黃米 那樣 因爲什麽都有人說 總之 那個重點是 你要認清自己的方向 還有你要知道自己需要什麽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就是因爲 你現在說說 娛樂圈 有這樣那樣 那就是看得到娛樂新聞多了 那其實看娛樂新聞 又是一個自尋煩惱來的 哈哈哈哈 因爲呢 你自己的煩惱還不夠多 娛樂新聞全部都是放大煩惱的 那我自己的煩惱 其實已經多的時候 哇我還去拿人家的煩惱 哇他失戀啊 他被人撇啊 他又被人雪藏啊 那些東西是人家的煩惱 你有煩惱一份的 又或者 你覺得不煩的 就是可能有些人覺得不煩的 那我覺得 有一件事都幾奇怪的 就是有些人是 經常罵那些傳媒的 他們不應該這樣 揭露人私隱啊 但是他又看 不看怎知道 那你去看的時候 你就是助長他們去做 那其實現在是好了少少的 因爲 紫媒的衰落 令到那些專門經營 負面傳媒的人 是沒有了預算 所以現在的狗仔隊 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那時代是一路 一路轉變 但是其實 人的 就是說八卦 好奇啊 這一件事 是很難轉變的 因爲這個是 人本身是有些缺陷的 因爲有人的地方 就會有是非 就會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自己知道自己需要 什麽 自己在做什麽 我的方向是什麽 因爲我在那裏 要堅持 我要在過程裏面 投入做好 但我不要去執著結果 也都不要去執著 究竟人家是怎麽看自己 但又不是等於我筆都不看 我也看 有些東西 人家說你 你值得參考的 你就去改善 但你不用解釋 因爲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很有趣 我在2009年的時候 有一年我去了美國 就是拿了一個綽藥金 去了美國 在那一年 我自己有很多體會 其中一件事 我挺深刻的就是 在外國 他們很鼓勵那些人 不同 就是與別不同 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 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他很鼓勵 每一個小朋友 或者每一個人都好 每一個個體都好 有你自己的獨特性 但香港很奇怪 他們不願意 他們很害怕 成爲不一樣的那個 他們很害怕別人批判 他們很害怕別人不喜歡 他們很害怕別人有什麽眼光去看我 但是關他什麽事 其實 我正在過我自己的生活 那條命是我的 那條路是我的 他有什麽資格去批判 還有 你說的就是 你說我什麽 我就是什麽 對不起 不是 你明白 所以我想說的是 不要太在意 別人怎樣看你 或者怎樣批評你 那個 是絕對不準確 你可以參考一下 聽一下 但是千萬不要在意 不要放在心裏 因為最清楚自己的那個 應該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 人生的那個路 其實是不斷不斷的discovery 來的 你今天可以發現自己的一些東西 明天可能發現其他一些東西 可能在後一天 你推翻你第一天 對你自己的判斷 都未定 但是 你不覺得這樣對自己公平一點嗎? 是你自己的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